高出一籌,所以他们在场上显得非常主动,而且打起来比较潇洒 当然这种场上的这种意识,这种配合,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形成的,它是通过多年的这种训练,多年的这种比赛默契配合 你看他杀的点非常,我们说非常聪明,这打的位置比较难受 刚才熊帅这个球,他用正手打,但是球又比较靠身体 用反手,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很便利 小龙好不容易,封住了一个球 你看防守,就是说除了一个拉球以后,他还有防守反击,就是平抽,借力,平打 这一点陈文宏跟胡建杰他们做的比较好 而且他们做完之后能够连起来,就是说能够对攻 但反过来看呢,就是熊帅跟刘小龙在这方面要脱节 就是说当进攻攻不死,作为转为防守,或者从防守转为进攻 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处理不好 有机会攻 今天杀个点比较,落点比较好 这回合也是通过了多拍的进攻 而且刘小龙和熊帅也是比较流畅地实现了一个位置的转换 但是现在这样的打法明显不是他们最拿手的 也比较难受 古建杰这球比较大力,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准备打这个球 古建杰呢是给了一个换球的手势,他们俩还比较有意思 古建杰呢可以广东话和普通话都能讲,还是还讲得很好 陈文宏呢是只能讲普通话了 实际上打双打,每个选手上去以后都是要贯彻快 这样一种意思 但是你快呢要讲究这个质量 如果你质量不高,一位的讲究快的话呢 达到的效果啊 就是四得其反 这个快里面呢就是包括了你强点啊 你打完球之后的连贯啊 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如果这些环节你做不好 一味的强,一味的快,一味的平 球是往上走,这样的话你会越来越被动 在这场比赛过后呢,将会送上的是女子单打的比赛 李雪瑞对卢兰 陈文宏的起跳比较高 因为刚才这个现场的风向好像还是给球员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 所以关掉了空调,我们现场也看到 必须让这个温度上升之后让球员打得更加的消耗 我们下一个这些人 李雪瑞对卢兰 军警 给他一味的快乐 质 军警 给他分别成功 是她的 重点咱们 好 飛啊 军警 给他分别成功 请 小雅吁 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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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比分快接近到11分的间歇了 但是我们看到八一队现在还是比较难以打开场上的局面 就是说我刚才说了 他们在发接发这个环节 首先这个环节他处理不好 你看成文宏发环球之后 连贯做得比较好 所以他们如果在这个环节处理不好的话 他们会出现很多的防守的几率 出现防守的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的防守的 我们说办法不多 不要说反击了 就是你能防得住 就很难 你看马上被动 你看往前半场基本上过不去 一个技术上 很关键一个就是他们的意思 这个跟得比较快 的确刚才场边的张星广张志导也是提的比较准确 因为可能这个体能消耗之后呢 主任的精力有点下降了 刚才算是组合这边呢也有点跟不住球 所以呢教练还是指导他们希望 继继继续能够集中精神 能够打好后面的比赛 就觉得是把这个速度加上来 不要随便的把这个速度掉下来 主要是提醒他们 要往前要加快 少点气球 要不然防守呢 压力会很大 对 但实际上他们现在在场上也是贯彻了这种 也能够贯彻到这个目的 这个意思 那么刘晓龙和熊帅 这边还是承受比较大的压力 他也想打快 他也想反攻 但是这个确实难度比较大 所谓难度比较大因为他点比较低 所以他硬打的话会比较吃力 把成功红这球虽然是打下网 但他这种意思 我们说啊 首先看到线路 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漂亮 当然刚才股建杰的一个进身球反应非常灵敏 但是另外他们在场上站位确实非常严实 对 他们两个人互相补位 这个确实做得比较好 对 而且他们哪怕被动了 但是他们出去的球 还是很讲究落点的 所以说 尽管我被动了 但是我过去你不好打 他们能做到这样 对 而且呢 这两位球员呢 也确实 他们俩确实也是个神经刀 反应也是比较快的 很聪明的两位球员 所以刚可惜了 而且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 他们往往对对方的出球啊 特别是一些进攻的落点 往往能够提前预判 对 他会根据他自己的球路 根据对方的球路 他去做预判 事先准备 这样打起来呢 就比较舒服 像我们呢 就是说在这种过度球 我们说的处理上 确实显得也比较薄弱 就是我们是 我们是一种应付 不是很有意思的去打 从这些可以看过来 就是说 在控球方面 确实陈文宏古剑队做的 要比我 刘晓龙他们要做的好 比分又 拉开了 对 基本上这一分呢 对于八一队来讲 应该是很困难了 那么接下来呢 又轮到他们的一个 就是说在女单的时候 又是他们可能会 比较强势的一个项目 新科奥运冠军 李雪瑞 是今天要代表八一队登场的 打上女单 那么广州粤语这边呢 也有一位名将 就是世锦赛冠军卢兰 这是女单的比赛 然后在女单过后呢 还有一场混双 混双是八一队的 何岸斌何冯臣 对广州粤语队的 郑波和包一心 那郑波也是世锦赛冠军 但是何岸斌和冯臣呢 因为搭档的时间比较久了 而且两位 就是在过去的几年的雨超当中的配合 还是相当默契的 而且是今年的 全国锦标赛 混合双打冠军 延续了近年来 比较好的一个成绩之外呢 两位运动员 何岸斌和冯臣 也是现在当上了八一队的助理教练 那正如大家在赛前所分析的一样 那广州粤语队和八一东林集团队呢 是特点非常的鲜明 广州粤语队呢 就是双打比较强 那八一队呢 就是单打项目占优 今天真的可能像高智岛 预测的那样 很有可能打成大比分2比2平 对 当然我们不希望打到2比2了 第三第四场 这个女单 卢兰跟李雪瑞 你还是很希望 自己这一方能够拼下来 对对对对 尽管有难度 好那这场比赛呢 是钻石组合 组件结合 陈乐宏连下两局 21比12和21比14 为广州粤语队 拿下了男双的一分 当然刚才高智岛看球的这个角度 出发点和我们不太一样 高智岛是 当然他作为球队的领头人 当然是希望球队能够提早获得胜利 当然我相信包括我在